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海军成立75周年前夕 咱们的主力舰福建号即将海市 中国的福建号最新的照片应该是迷航机路过时候拍的 是在江南上海江南造船厂上空由路过的乘客直接拍的 从图上你可以看福建号甲板上已经刷了各类的标识线 包括停机瓶 起飞 着陆标记 滑行跑道 三条电磁残射器 其实都已经清晰可见了 当然最引注目的是甲板上亭内五架全尺寸 有人说是模型 两架歼15 一架歼35 一架空领600预警机 一架教练10 美国动力网站做了特别报道 美国人认为这是模型 这两架歼15是有所区别 一个深一个浅 其中一架应该是专门给福建号提供的电磁弹射型号的电子战飞机型号 它的定位应该是等同于美军航母的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这个电子战飞机一会儿再介绍 非常强 咱们05其实这次演练应该就是和电子战飞机过个招 那福建号未来主义舰编队呢 可能是以歼15 歼35为主了 而福建号没有出海进行海试 这种情况下歼35适配调度验证 可能是在辽宁舰有已经展开了 咱们讲过就在大连外海正在测试嘛 没人信 是吧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基本上可以确定啊 歼35就在辽宁舰 应该是在座演练了 这一点多少反映出解放军啊 海军下一代舰载机 现在看海军是非常紧迫的 福建号不先上 而先上辽宁舰 你可以想想啊 除了歼15 歼35以外 最值得一提的还有空警600 3月份曝光的照片呢 这个预警机出现在上海造船厂码头旁边了 现如今已经是转移到福建号的甲板上 空警600是一款双无伦螺旋桨预警机 它的功能和定位近似于美国海军的鹰眼预警机 但是呢 也不完全是模仿鹰眼的产物 只能说啊 空警600参考了美国成熟的舰带预警机的结构了 然后在既有的飞行平台上挑选出最合适中国航母的设计 而与美国现在停滞不前相比的中国目前 无论是预警机技术 型号都呈现出迎头赶上乃至反超的趋势 去年美国的媒体就评论啊 解放军预警机平台将大幅提升 解放军态势感容易 其实美军现在最害怕的是空警500 现在空警600又出现了 对于过去只能使用这个预警机 预警直升机的解放军来说啊 空警600对福建号中央性是非常大 现在呢 美国媒体认为空警600未来能够在辽宁舰山东线怀跃起飞 这是美国人说的 这个就增加了解放军航母编队的战斗力了 基本上中国航母体系更接近于美军航母 另外呢 这些舰载机美国人认为是模型 其实这个最早在3月份就曝光这模型了 当时被安放在码头旁边 然后呢 福建号甲板上 当时也没有喷毒标识 那之前呢 中国官媒曾经说啊 福建号正在按计划进行这个细薄测试试验 现在如今舰载机模型上建 然后呢 各类的标识喷毒都完工了 再加上甲板拦读锁已经安装完毕了 种种迹象已经清晰表明 福建舰的细薄实验已经接近完成了 距离首次出海测试应该是不了了 但是这个大公报呢 表示除了福建号以外 解放军今年海军还有一大批的主力舰 也要进行海誓 比如去年年底下水的05第二批次的首舰 对吧 还有075两极空舰四号舰 咱们说这个航母编队啊 防空主要靠05 对海打击呢 也是他 那这个解放军夺岛呢 就靠075 震慑台独嘛 当前菲律宾啊 在南海兴风作浪啊 扬言要搞海人游击啊 那很显然咱们的这个 075是吧 大有所为的 那看咱们都用不上福建号 用不上福建号 那刚才咱们讲了 提到05啊 这个现在05最关键的就是 最近央视播的嘛 央视播的05遭遇了这个吃苦头 舰长说吃苦头 经过咱们了解啊 这个05遭吃苦头并不是歼35 咱们当时判断是歼35 现在看啊 给了一个结果 不是歼35 而是歼16D 这是05呢 应该是展开一个对抗野链 歼16和歼16D 参与的这次攻击行动 首先呢 这个05是咱们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啊 所以它的防空好和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次为了加强难度啊 可能就是它在没有陆基航空兵 航母舰载机的养护之下 单舰出动啊 其实就是单条美军航母的这种状态 那所以这个是罪悟 咱们曾经做过这个 现在看咱们完成了 而是现在演练又在演练最难状态 所以理解就是 解决行05是可以单条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军舰航母啊 整个航母编队中的军舰体系里边 尤其是提供防空保护远程预警 是由舰带机提供的 可以让军舰是 有大幅度提升安全感 但是05为什么现在说吃苦头呢 就是它没有航母编队的舰带机提供保护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单舰前出 它等于是把05的最高防空水平给炸出来 这个就是现在看最高难度 歼16低空突旁 它是发射低空突旁发射反舰导弹 然后呢 歼16D是配合进行反辐射导弹发射 你看一下反辐射导弹 再加上歼16的低空反舰导弹 这个对于任何军舰来说 这个难度已经超过美军了 这个难度基本上是最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05本身它的雷达 因为它没有异警机嘛 没有异警机航母编队支持 那它的雷达本身因为地球曲率问题 它确确实实反应时间实际按毫秒算 05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最大的驱逐舰 采用一体化维干 双无钻有缘向右雷达 高度尊重化指挥系统等等 还有112个大型吹发单元 但这个地球曲率 你像歼16通过低空来的 所以它完全可以把这个 它被05发现的这个距离 尽量压缩 据说压缩应该是在100公里左右了 100公里什么意思 就是05要防100公里左右的突防 超音速导弹 你看反应时间你给算一下 非常短 那舰载武器在敌方武器来袭的这么短时间内 拦截 首先就不是依靠人了 是依靠它的高度自动化的指挥控制系统 包括高素质舰员 比如说这套系统是AI有可能 你人是没这个反应的 毫秒算 所以非常是考验整个系统的反应时间可靠性的 但05遇到歼16D歼16的这种打击的时候 首先是电磁压制然后反舰导弹攻击 这种考验比美军还上一个台阶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歼16D的电磁压制还有英机91反复导弹打击 还有歼16D的低空突防投反舰导弹这种打击 就是05要做电磁对抗的 同时还要防御三种主被动的反舰导弹攻击 英机91是高速反辐射导弹 高速反辐射导弹就是你还不能关闭雷达 对吧 否则的话你怎么对抗英机12英机83 就是他打这几种弹就让你什么 你不能关雷达 那我反复导弹就是奔着你雷达去的 所以你怎么办 否则的话 他们那两个就没法导演了 无法对抗了 所以你看一下05等于是同时对抗多种 高超音速 亚音速 亚音速度反舰导弹 在高度复杂电子环境下执行这种任务 再加上歼16多架次可能 05是极困难局面 但最后是说吃苦头 就是我完成肉了 这三种类型导弹我全都打掉了 这个侧面印证中国空军反舰作战能力 强害也能证明05现在武器系统 反应速度和电子战水平非常高 可以说我们从这次演习可以看 05根本就不会发生掉链的问题 很多人担心05掉链了 当时咱们也担心 你既然能被歼35给干了 但是先看不是歼35 不是歼35 所以咱们看05现在还是当之无愧的实际第一件 咱们福建号即将 即将进海市 有05现在展示这个实力 我觉得也就是中央吧 或者军方现在向老百姓现在宣传的信号 包括美方给的信号也非常明确 我的福建号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你认为的常规动力的什么8万吨的航母 绝不是 中国现在非常明确给美国人信号 给全世界信号 就是我要配合我的05 配合我的075 配合我的歼16D等等 这些非常强的 比如未来我的歼15D 这种非常强悍的战机作战 这是世界最顶级的 而不是像美国人说的 就是一个常规动力的 好像把中国列在法国那个状态 法国也是核动力 法国之后还列在 所以不是的 就中国通过咱们05这次演习 就看中国是在做最难的一种演练 这种演练也证明中国05现在是世界最强 我们福建号现在也是奔着世界最强 世界最强在进行努力的